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由史瓦辛格主演的超经典叠战动作大片《真实的谎言》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哈利是一名特种作战人员 通过潜水从泳池进入了瑞士军火饭的家里 此时军火饭正在举行派对 哈利换上礼服,从二楼窗外爬上了三楼 打开军火饭的电脑,把数据传给了外面的伙伴 撤退时,守卫发现异常 哈利搭讪了一位美女古董商大漂亮 和他跳了一曲《摊根》完美演示了身份 一曲过后,大漂亮亦有未尽 掏出自己的名片,告诉哈利有空长联系 哈利撤退时因为没有情节被拦住 他直接引爆了屋里的炸弹 徒手撞蒙了两只追来的狗子后 在枪林弹雨中顺利撤退 乘飞机回到国内已经是深夜 哈利的妻子丽嫂是个公司职员 与哈利结婚15年 女儿都上初中了 还一直以为哈利是个电脑销售员 第二天,哈利和搭档二狗来到总部 总部隐藏在一栋大楼里 非常隐蔽 需要很多道严密的认证才能进入 原来,他们是最精密的欧米加部门 跟独眼老大汇报了昨晚获得的情报 有一伙恐怖分子 从哈萨克偷了四枚核弹头 通过军火饭将之转运到美国 独眼上司命令哈利找到核弹 伙伴很快发现军火饭花重金 让大漂亮帮忙运一批雕像回来 两个伙伴用行动明示哈利 该引出马了,搞定大漂亮 于是,哈利装作古董商人接近大漂亮 试图在他这里套出一些情报 哈利走后,一个工人打扮的卷毛男人 直接给了大漂亮一个耳光 原来他就是恐怖分子的头目 卷毛发现大漂亮的电话已经被窃听 让他小心提防哈利 而不是被他迷的五迷三道 今天是哈利的生日 丽嫂在家做了蛋糕和丰盛的晚宴 但是哈利回家途中 却被卷毛和手下跟踪了 他假装不知情 来到了一家酒店的卫生间 然后跟卷毛的小弟发生了交火 卫生间被冲锋枪打得稀巴烂 吓坏了正在蹲坑的老爷爷 哈利解决了两个小弟 请他们免费喝了便池冰红茶 卷毛最后登场 把卫生间打成了筛子 但很快被哈利的小手枪火力压制 两人的交锋又把蹲坑的老爷爷吓得当下一颤 逃到大街上后 卷毛抢了一辆路过的摩托车 而哈利也抢了一匹六弯的汗血宝马追击 一边追击一边通知伙伴拦截 并催他们快点 说自己的马子体力要不行了 卷毛被哈利的伙伴逼得无路可逃 直接将摩托车骑进了大酒店 哈利也骑着宝马紧随其后 又是惊呆了一众工作人员 最后两人分成两座电梯通向酒店楼顶 卷毛直接骑摩托车 飞进了对面楼顶的泳池 哈利也想骑马飞过去 但是关键时刻 马儿摆了他一道 哈利差点摔下大楼 爬上去后 卷毛已经溜了 回到家又已经是深夜 妻子闷闷不乐 于是第二天哈利去了力嫂的公司 打算请他吃个午饭安慰一下 却意外发现 妻子跟一个叫西蒙的男人电话约见 哈利顿时觉得头顶绿的冒光 失落的回到了二狗面前 气愤的哈利用总部的设备 监听了力嫂 一听 把哈利和伙伴气乐了 原来 这个西蒙冒充国家特工 用一些小手段 骗取了力嫂的信任 说必须要他帮忙才能完成某个任务 实际上他就是个卖二手车的 频繁利用力嫂的信任和追求刺激的心理 约他出来就是要将之骗上床 哈利装成买车的 在西蒙口中套出了一切他想知道的情报 当晚就直接派遣飞机 切开了西蒙和力嫂所在的小屋 然后蒙面的哈利带着手下悍然进入 把想干坏事的西蒙直接抓走 力嫂还想反抗一下 也不知道哪个手欠的给了力嫂一枪托 结果被哈利一勾全撂倒 哈利知道力嫂被忽悠 都是因为自己长年不回家 她太无聊 想找点刺激顺便拯救一下国家 从她嘴里得知她还深爱着自己 于是哈利顺水推舟 用变生器隔墙给她安排了一个 去大坏蛋酒店房间安装窃听器的任务 而骗子西蒙被哈利提到大把边 用真枪指着 吓得她流出了当下冰红茶 最后教训了她一通把她放了 第二天 力嫂吃饭时接到二狗电话 于是力嫂身着性感黑裙 以妓女的身份 进入酒店执行安装窃听器任务 房间里黑乎乎的没开灯 哈利用变生器指挥力嫂跳舞 最后让她上床闭上眼睛 怎么回事 任务里说这个大坏蛋只喜欢看的呀 这怎么还动真格的了 于是力嫂一电话抡在了哈利头上 跑路前又回来踢了一脚 最后把嘴里的窃听器藏好再次跑路 这时哈利出声叫住了力嫂 刚要跟她坦白自己特工的身份 一群恐怖分子破门而入 抓走了两人 是大漂亮带着卷毛的手下干的 哈利和妻子被客机转直升机 带到了卷毛面前 卷毛直接让手下打碎雕像 从里面搬出了一枚绿色的圆锥体 哈利装疯卖傻说 你这蒸汽式咖啡机挺大呀 卷毛直接用刀抵住力嫂的脖子 哈利这才说了实话 这是多重独立导向核弹头 妻子此刻终于相信哈利特工的身份 哈利被带到小黑屋审讯 一个老头给他注射了土针剂 但是哈利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 他已经悄悄解开手铐 把老头和守卫反杀了 带着力嫂出门后 又被几个小兵发现 哈利不出意外的将他们全部解决 恐怖分子这会儿正鸣枪庆贺 卷毛将一枚核弹头定时90分钟 然后盖上星天旗 用水泥浇注 计划先引爆一枚示威 哈利给了妻子一把污渍防身 自己则去破坏恐怖分子的计划 用一枚手雷引爆油桶后 大战正式打响 恐怖分子损失了一大批人后 一名大汉偷袭了哈利 力嫂想要帮忙 但是啥也没打到 反而因后座力脱手 枪掉在楼梯上效果还不错 卷毛这边把一枚核弹搬上直升机要逃 哈利手持双枪 再次开启战神模式 顺便用油枪开了一个烧烤派对 气得卷毛直接射了一发四零火 把整个现场炸成火海 哈利及时跳进水中躲过一劫 以为丈夫Ora的丽嫂也被搭漂亮抓住 卷毛一行人带上核弹 开着三辆车一架直升机 浩荡出发了 天亮后 哈利的伙伴终于追踪到了这里 得知卷毛要引爆核弹后 直接派出两架摇式战斗机 战斗机先用机枪扫炸一辆卡车 卷毛手下用火箭弹反击 但是被摇式战机走位规避了过去 最后发射了四枚导弹 炸毁大桥的同时 卡车也被掀翻 最后一辆卡车卡在断口惊险停住 但是导演派出一只海鸟助攻 把卡车压下去爆炸了 现在只剩下后面大漂亮和力嫂所在的家常轿车 力嫂趁其偷袭 大漂亮手下走火 干掉了大胡子司机 轿车急加速冲向前方的断桥 两个女人在车里开启撕逼模式 最后力嫂完胜 哈利让直升机低飞 自己挂在起落架上 在最后一刻把力嫂从天窗拉了出来 摇式战机垂直降落在了公路导流线上 把查未停的警车吓得瑟瑟发抖 劫后余生的哈利和力嫂忙着摇嘴唇 定时的核弹头则在海里爆炸 但是到这儿还没完 卷毛开的直升机上还带着一枚核弹头 而且抓了哈利的女儿小美做人质 哈利听完直接炸毛 跟飞行员借了一架摇式战机 摇摇晃晃的起飞救女儿去了 此时卷毛带着手下占领了一座未完工的大厦 并要求政府派来一名记者现场直播核弹发射 可扛着摄像机来的正是哈利的伙伴卷卷 卷毛对着镜头一顿牛皮吹完 一转头发射钥匙被小美偷走了 小美一路跑上了楼顶 卷卷也从摄像机里掏出枪 解决了现场的恐怖分子 小美已经带着钥匙爬上了塔吊 卷毛愤怒的也爬上去追 这时一阵轰鸣声传来 恐怖分子还用望远镜找什么东西呢 哈利驾驶战机突然垂直升了上来 对着大楼一阵疯狂的扫射 把里面的人直接射成了筛子 剩下的几个恐怖分子赶紧上直升机 小美脚一滑 整个身子已经悬空了 这时哈利开着战机出现在下方救人 卷毛眨了眨眼睛 的确没看错 这货不仅没被炸死 还贪娘的开了个战斗机来救人了 这时开直升机的恐怖分子过来骚扰 被哈利的一顿火力输出吓跑 小美终于落在了战机上 但是不甘心的卷毛也跳了上去 干扰哈利救人 战机一个不稳 尾巴扎进大楼 卷毛也因为惯性 骑在了瑞丽的尾翼上 提前过了圣诞节 不死心的她捞起AK 走过来逼哈利降落 哈利假装答应 却暗示小美抓紧 然后控制战机突然一个左倾 卷毛站立不稳 掉下去挂在了飞弹上 哈利看了一眼恐怖分子的直升机 直接按了发射按钮 卷毛就这样跟飞弹一起发射出去 最后击中直升机一起爆炸了 哈利则带着小美完美降落 又把楼下的警车压得瑟瑟发抖 电影最后误会解除 哈利一家人过上了 没修没扫的幸福生活 丽嫂也通过修行成为了一名特工 与哈利搭档一起执行任务 见到二手车厂西蒙又在冒充特工 欺骗无辜女孩的感情 丽嫂顺手就把这个渣男办了 渣男当场被吓尿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真实的谎言上映于1994年 由好莱坞金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指导 阿诺德·施瓦辛格等主演 本片是90年代动作片经典中的经典 也是中国内地进口好莱坞大片的开始 曾经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掀起了不小的波兰 好莱坞大导和动作巨星的强强联合 火爆惊险的动作戏码 燃情热血的剧情 捧腹的美式幽默 都让这部电影成为难以磨灭的经典 将反派挂在导弹上的桥段 至今回想仍仍让人印象深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迪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迪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